下一个问题 传福音困难 就是很多人希望他们笃信不疑的逻辑 希望用他们笃信不疑的逻辑 实证主义来验证上帝 我们基督徒如何巧妙来传福音 首先传福音的人 自己要对福音尽可能的 全面深入的理解和体会 理解是认知的层面 体会是经历的层面 一个深入全面理解福音的人 又深深体会福音的人 他本身就是最好的见证 因为这样的人一定会发生变化 生活发生变化 观念发生变化 态度发生变化 所以好的这种新生活 是成为传福音最坚固的基础 认知上的装备经验和好的生活见证 这是传福音的基础 你生活好讲得乱七八糟 这个也不行 你讲得很正统 你生活一塌糊涂 别人也不愿意听 为什么 你知道你那个地区熟悉的人 都知道你 那个人生活一塌糊涂 讲什么好的也不愿意听 这是人的弱点 所以好的生活 好的真理都必要 然后对福音对象也要认识和理解 有一些人是知识分子 有一些人不同的情况 有一些人比较感性 有一些人比较理性 像你这里面所说的 可能是比较理性的 想用那种实证主义 那种逻辑 证明给我们看 要认识你的对象属于哪个类型 因人失教 按照不同的对象 然后我们自身也要提高综合性的装备 知识 常识 天文地理 尽可能的多学 所有的真理都是属神的 哪怕是自然领域的 一般科学研究出来 至少现在认为的 所谓的这个公理也好 或者客观的一些知识也好 真实的知识也好 除了类似于进化论这种假说之外 一些知识也好 我们可以活用 作为传福音当中的证据 不同的人的时候 你就是 有一些人生经历 什么俗语啊 诗啊 包括一些新闻事件啊 我们透过属灵的洞见 透过这个事件背后隐藏的一些原理 或者人性的 或者什么常识的等等 都可以活用啊 圣灵 你等你装备了 把这些综合的知识装备了 福音的真理 然后你一个顺服的心灵 各种综合的知识装备了以后 不同的人的时候 就像圣经说 圣灵会引导我们 赐给我们当说的话 当然这个过程也需要 这个更多的祷告 包括我们去操练等等 越来越老练 什么人就说什么话 针对不同的切入点 去跟他去传 这个不变的福音 福音的要素不变 但是你重新组装 先讲什么 后讲什么 序议论 怎么等等 这个灵活 越来越熟练 这个需要灵活啊 因人 不同的人 要传道法也不同 情况不同 也不同传道法 就像保罗一样 在雅典的时候 进到城里 看到那么多偶像心理交集 在这个雅略八股的时候 他就讲雅典人 我看你们 这个好像 敬鬼神很厉害的样子 很虔诚的样子 这个还有 不认识的你们就拜 坛上写着 未知诗神 来我告诉你们 照天地的主 从来不住人手的殿 他先讲 他所见所闻 他们的敬前称赞 洞察到了雅典人的那个长处 宗教性 虔诚 但是拜错了 所以以这个为切入点 先鼓励 先称赞 然后又告诉他们 福音 从创造开始讲 然后堕落等等讲 如今却吩咐人 各处要悔改等等 所以福音 我们里面综合性的装备 当然 当你学了各种知识的时候 特别什么 护教啊 什么游子银啊 逻辑啊 我们人就有个弱点 总讲逻辑 后来发现 饺子不是在饺子了 变成包子了 后来发现包子都不是包子 馒头了 馅儿没了 福音没了 管跟人去辩论政绩的问题 就失去焦点了 所以要把握度啊 注意 千万不要把耶稣丢了 本来要传耶稣 结果耶稣和他的福音 十字架没了 全称方法和过程了 焦点没了 所以你要根据不同的时机 有人五分钟 那你怎么简单的五分钟 跟人讲 有半个小时 那就讲半个小时 能够讲的 如果两个小时 待着没事 就闲聊的时候 那就更长的 细细的聊 对不对 所以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礼貌 我年轻 现在也年轻 我刚坐传导人 刚信主热心的 又喜欢跟人 这个传福音 然后又碰到一些 调皮导弹的中国基督 中国人 都是马克思的什么 学生 唯物主义 其实也不是什么 正立八经的 就学了一点残片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马克思到底讲了什么 然后一些自相矛盾的 理论的碎片 然后他们就拿出来 他们的理论跟我辩 我也毫不逊色的 跟他们辩 都嘴都堵上了 老老实实的 但结果呢 信的人很少 为什么 气得要命 人的骄傲和自尊 那个血气被激怒了 所以谦卑很重要 礼貌很重要 去讨论可以 去引导可以 千万别辩论 辩论来辩论去 脸红脖子出 就不信咋的 虽然理说不过你 但是我就不信 所以传辅音 是长久之策 第一次跟他讲了 尽量尊重 千万别硬说服别人 这种态度 令很多人都讨厌 人家感觉到了你的执着 我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 很丢人 现在想起来就 扫得慌 就是很丢人 显得很没有礼貌 很没有素质 硬要把你信仰 去塞给别人 那种热忱 执着是好的 但是太愚昧 没有智慧 尊重 礼貌 适当的 恰当的 人家不愿意听的时候 适可而止 别搞的人 对基督教 对基督徒 就像搞传销的事 像捏上的这个 苍蝇钥似的 一旦 粘上了 就甩不掉那种感觉 不断 必须得用一些 编一些谎言 把你支走 才能够 躲开你的纠缠 不要那样 绅士一点 礼貌一点 慎重一点 所以除了这些内容 技术 综合性的装备 情况性的分析 智慧等等 也要保持 基本人与人之间的 礼貌 尊重 避免争论 去引导可以 提问的方式 讨论可以 互相尊重 哪怕他讥笑我们 也沉住气 千万别被他激怒了 好吧 那我们就教训教训他 在理论上 在嘴上 把他给制服了 也不一定能征服这个灵魂 所以 像浇豆芽一样 培植豆芽一样 撒一下 可能漏掉了 没有什么果效 今天你撒了 明天别人撒 不知道 如果他是神的选民的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上帝就 让他发芽 开花结果 哪怕在顽固的石头 可能上帝也让他 开口赞美上帝 所以这个很重要 比起技术性的处理 技术和内容 一定要知之 知道 不只是福音本身 所以包括哲学 常识 科学 社会 等等 综合性的知识 但是你要举证的时候 千万别举错了 让有文化的人 觉得我们没水平 例子都举错了 一些错误的论据 来为福音做见证 害得耶稣也很尴尬 耶稣是真理 没问题 我举的逻辑和论证错了 结果连累的 好像耶稣也是 这个假货似的 所以注意这方面